這個時候 一個高階的戰斧被收容在那裡 經常在那裡放銀子 放銀子 所以這邊的居民都從那個區塊 叫做國藝房這樣 那當然這個地方以前 就是一個革命實踐研究院的 後來改名叫做國發院 這個國發院 現在這個大門 現在是在木柵路上面的這邊 在木柵路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木柵路人其實是在這個位置 可以從這一張航照圖可以看得到 他周邊其實都受到了很多的公務 切割 貨稅 所以能夠再進到這個地方來的就是水 只有水的系統 我們在這裡做調查的時候 這個地方還有木柵 毛線 毛線竟然可以進入到這個環境裡 後來我們知道了 他這邊有水路可以直接通到錦美溪 然後到淡水河空口 然後這樣回溯 我用Google去點擊 去跟他算一下 他可以走四十幾公里 要走四十幾公里 才能夠到這裡 還不可以走到錦美溪 可以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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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墨塞公園 它是一個狹場型的 那跟國發院原來的這個土地 這條道是對於全聯那邊拿過來的 所以這個邊緣就是所謂的國發院 賣給原地建設的那個範圍 好 這個翠湖再現說進來 它其實有很豐富的歷史跟這些故事 那這邊的 它是屬於公園管理處的 那一般的公園在管理的時候 並不以生態為考量 所以會有一些管理上面的定位的問題 在這裡也因為不當的放生 很多的入侵外來種就進來這個地方 所以會造成生態上面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把外來種排除以後 可以營造多樣性的棄略 可以讓更多的生物有機會在這個地方存活 好 這個是藉由這一次我們的公園更新 所以在這個地方 文山社大同學把這個地方認養下來的 認養來做什麼 做漁除外來種 還有棄略的營造 就是這個下詞 這邊有一個上詞 這邊有一個下詞 本來這個說 這上來都是水泥的 生餅 餅鳥 我們最近把它拆掉 用怪手給我補掉 然後營造什麼 營造營火蟲的棄地 也因為這樣一個凹骨 它光照 還有它的那個光害等等 是可以克服的 所以原来在这个国发院这边的土地 我们做业监调查的时候 发现很多的蛙类 还有呢 灰金河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环境 可以以萤火虫为保育目标 当然它是一个旗舰 除了萤火虫有办法活下来 它意味着其他的蛙类 其他的水漆生物 其他的半生的这些生物可以也同食